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乌龙虎 今天我们看到美国民众对经济的看法正在逐渐回暖 尤其是在通货膨胀放缓的背景下 消费者信心指数达到了2024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人们对耐用品购买条件的改善 也让选民们对副总统哈里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击败特朗普的机会充满期待 与此同时教皇方济各也对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发表了看法 指出选民面临着在特朗普和哈里斯之间选择娇小的邪恶的困境 他批评了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和哈里斯对堕胎权的支持 呼吁选民在投票时要认真思考自己的良知 最后,拜登政府决定对一些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这一举措将于9月27日生效 这一政策旨在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并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发展 虽然提高关税可能保护国内产业 但也可能导致消费者价格上涨 尤其是在2024年大选临近之际 相关讨论愈发激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CNN报道 随着通货膨胀放缓 美国民众对经济的乐观情绪显著提升 根据密歇根大学最新的消费者调查 民众的经济态度在本月上升了2% 打破了持续几个月的平稳状态 调查显示 消费者对耐用品的购买条件感到改善 部分原因是价格的相对有利 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选民 预计副总统哈里斯 将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击败前总统特朗普 尽管通货膨胀仍低于疫情前水平 但与2022年6月的历史低点相比 情绪已经上升了40% 分析师表示 经济的变化可能会继续影响选民的看法 尤其是在即将投票的11月 在同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教皇弗朗西斯对美国选民 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 面临的选择进行了批评 称这是一场二者皆恶的选择 他提到 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 哈里斯对堕胎权的支持 都是反生命的 他呼吁每个人都应认真思考这个道德困境 选择较小的恶 这一言论引发了广泛关注 反映出选民在面对两位候选人时的道德困惑 在另一则消息中CNN报道 拜登政府已正式提高对部分中国制造产品的关税 电动车的关税将上调至100% 太阳能电池则为50% 这一决定源于拜登在5月份的宣布 旨在保护美国工人和企业 尽管特朗普在任时实施了广泛的关税政策 但拜登的措施则更具针对性 旨在推动国内制造业的发展 分析人士指出 虽然关税在政治上可能受欢迎 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它们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工具 未必能如预期那样促进国内产业 随着2024年选举的临近 关税问题将成为两位候选人间争论的焦点 美联社报道 教育科技公司RCE St.Ed 在2022年学校开学前寻求扩大 在纽约市公立学校的影响力 雇佣了市地铁系统的主管Terence Banks作为顾问 值得注意的是 Terence的哥哥David Banks是纽约市的教育局长 在短短一个月内 21st.Ed便与教育局长进行了私人会晤 随后获得了超过140万美元的教育部门合同 几乎是公司之前总额的三倍 然而三兄弟的关系引发了联邦调查 调查内容尚未公开 但涉及到多名市高官的职务行为和利益冲突问题 尽管三兄弟否认任何不当行为 但DUNCH府监督机构指出 他们的重叠工作可能违反了利益冲突的相关规定 雅虎美国报道 乔治亚州的防守后卫Daniel Harris因交通违规被捕 他被指控多项轻微交通违法行为 自2023年1月球队的两名成员因街头赛车事故去世以来 球队中已有超过25人因交通违规被逮捕或处罚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球队教练Kirby Smart的关注 他承认球队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存在不足 并表示这些事件令人失望 Harris在赛季初表现良好 尚不清楚此次逮捕将如何影响 他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的出场状态 雅虎美国还报道 参议员J.D. Vance Vance将于下周前往北卡罗来纳州 讨论拜登总统及副总统哈里斯对经济的影响 Vance的演讲将着重于食品价格和住房市场 对当地家庭和农民的影响 尽管北卡罗来纳州被视为关键战场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面对哈里斯的挑战时 开始加大在该州的活动力度 近期民调显示 哈里斯在该州的支持率逐渐上升 这车使得特朗普团队对北卡的关注度提升 Vance的演讲也成为了特朗普竞选活动的一部分 Yahoo!US报道 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伯估姆和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 于周四晚上在伯克斯县的摩根镇活动中心 举行了一场小型集会 鼓励选民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票 支持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诺姆表示 特朗普每天都在为美国人民而战 并强调 他不仅在政策上正确 更关心国家的未来 伯估姆则指出 特朗普在农业和能源产业的支持下 北达科他州在他的任期内经历了繁荣 而在拜登政府下则感受到了压力 他们还批评了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及其搭档 米尼苏达州州长 蒂姆·沃尔兹 认为他们的政策导致了边境安全和食品价格的危机 Al Jazeera的文章中提到 美国校园将迎来一场选举狂热 学生们被教育要积极参与投票 然而 当前的政治气候让许多学生感到失望 他们对两大主要政党的立场感到不满 认为无论谁当选 都无法改变美国的军事扩张和对外政策 学生们在抗议活动中经历了压制 目睹了学术界的严厉打压 导致他们对选举制度产生了质疑 他们认为投票已成为一种形式 而真正的变革往往需要通过组织和教育大众来实现 这一时刻为教育者提供了挑战与机遇 让他们有机会教授历史上通过集体行动带来变革的经验 BBC报道 塞恩布朗的家人对政府拒绝进行公开调查 表示沮丧 布朗在1997年被忠诚派绑架并枪杀 家人认为政府忽视了高登法院法官的明确指示 决定向法院提出法律挑战 北爱尔兰秘书希拉里本对此表示同情 但认为公开调查不是最佳解决方案 布朗的家人希望通过法律手段继续追求正义 并计划在9月26号进行司法审查 他们强调 这只是他们寻求正义 旅程的开始 不会放弃 德意志之声报道 针对海地移民的虚假信息正在蔓延 毫无根据地将吃宠物的指控与福都教仪式联系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持续数十年的城市神话 最近俄亥俄州的斯普林菲尔德 因一场针对海地移民的虚假宣传而引起广泛关注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 关于海地移民偷窃居民宠物和捕捉野生动物作为食物的毫无根据的指控 尽管当地当局已对此进行澄清 前总统特朗普在总统辩论中提及这些指控后 这一叙述却愈假传播 社交媒体用户进一步声称 像猫这样的动物在海地福都教中常被牺牲 混淆了事实 实际情况是 传播的图片和视频都被断章取义 甚至有些AI生成的图像也加剧了这一虚假信息的传播 专家表示 福都教的动物牺牲仅限于可食用的动物 如鸡和山羊 猫和狗并不在此列 历史上 福都教也因美国对海地的误解而受到污名化 形成了对海地人的偏见 与此同时 其他拉丁美洲移民也面临类似的无端指控 显示出在2024年总统选举期间 优异言论中充满了种族歧视的言辞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teDe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